本周要为大家介绍的排行榜书是获得伯克莱七日畅销榜第五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财经商业类的前十名 书名叫做《投资最重要的事》 一本股神巴菲特读了两遍的书 作者霍华·马克斯、克里斯多福·戴维斯、乔尔·格林·布莱特、保罗·乔森、塞斯·卡拉曼 出版社《商业周刊》 出版日期2017年的2月23号 这本书在伯克莱的排行榜上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很难得的呢 钻身到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财经商业类的前十名 内容简介如下 巴菲特说这本书我读了两遍 华尔街日报说 它的备忘录媲美伯克夏的股东大会 价值投资者必读经典 霍华·马克斯20项投资法则 传奇大师精炼投资最重要的是 加值四位顶尖投资专家评注笔记 无论入门者或者老手 都能从大师洞见中找出自己的制胜方法 在美国投资界与巴菲特齐名的霍华·马克斯 其所联合创办的像素资本成立时间超过20年 管理资产规模已经到达千亿美元 其长期绩效表现更是惊人 28年来 包含六位创办人任职TCW时期 平均复合报酬率高达19% 同期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表现 只有10.1% MSCI全球指数只有4.9% 也就是说 如果在28年前将100万交给像素资本管理 现在已拥有1亿7千万 霍华·马克斯从不另于和市场分享其投资洞见 持续与投资备忘录与客户所有投资人沟通 像素备忘录受到美国投资界的高度重视 地位等于巴菲特·波克夏每年股东大会 连巴菲特本人也含见背书说 只要在邮件信箱里 看到霍华·马克斯的投资备忘录 我会马上打开与阅读 投资最重要的是 一书公开 像素资本持续拥有打败大盘的卓越表现的答案 霍华·马克斯 浓缩历年备忘录及价值投资心得 总结为20项原则 包含著名的第二层思考 价格与价值的关系 耐心等待机会 避开投资陷阱 对抗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 点点点点 包括所有价值投资者的关键面向 处处都是洞见与启发 学习第二层思考 第一层思考 简单、肤浅、几乎人人做得到 第二层思考则比较深入、复杂、而且迂回 掌握第二层思考 打败市场的关键就是高度的洞察力 注意景气循环 我们相信以下两个概念 法则一 多数事物都有周期 法则二 在其他人忘记法则一时 就是产生获利和亏损的最大机会 在泡沫中避免亏损 在这种关键时刻要拒绝投资 贪婪和人性偏误造成利多消息广半宣传 使股价受到高估 或是利空消息被忽视时 本书旧版上市已成为投资者忍守一本的暗投书 新版加值收入四位投资名家 克里斯多福·戴维斯 乔尔·格林·布莱特 保罗·乔森 赛斯卡拉曼·评著 以及作者新的洞察 华尔街投资大师中的大师 布鲁斯·格林·瓦德 作序胜赞 投资最重要的是升级版 是集当代五位最佳投资思想家大臣的作品 这本汇集当时投资智慧精华的书 就是霍华·马克思献给投资人最慷慨的礼物 本书特色 一、股神巴菲特也读两遍的投资宝典 巴菲特开邮件信箱必看他的投资备忘录 约翰·伯格胜赞 想避开投资陷阱必读 公认投资大师霍华·马克思 四十多年来最练的投资智慧 全世界的投资人 从新手到骨灰级投资者补脑必读 二、教你第二层思考 精准评估市场机会和风险 市场混沌诡决 景气一片迷雾 根据眼前的资讯判断 永远只落于人后 赢家必须有比表象更加深入的第二层思考 霍华·马克思教你 想到别人没想过的是 看到他们错过的东西 拥有他们没有的洞见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对应 三、新版增加一张及四位名家评注笔记 新版扩充第二十章 合理预期主题 且罕见加入四位知名投资专家学者评注 作者本人也加入解说 即五位最佳投资思想家大臣 内容更丰富 面相更多元 读者更能从真知灼见中 获取大师的智慧 四、与大师对话 写出每个人的投资至胜方法 每位读者都能不仅能用心捧读 亲身体会 更能参与投资名家临场讨论 在页面上加上自己的心得 自然能形成专属个人的一套投资模式 让本书变成你自己的投资至胜宝典 作者简介 霍华·马克思 像素资本管理公司董事长 即共同创办人 像素资本管理公司总部 在洛杉矶已在纽交所上市 截至2016年底 旗下管理资产 逾1000亿美元 霍华·马克是与华人巴菲特、查理 蒙格齐名的投资专家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 他写给客户的投资备忘录 是业界瞩目的焦点 启动查理和第二层思考 投资哲学备受推崇 评注者简介 克里斯·多福·戴维斯 是著名的基金经理人 服务于戴维斯投资顾问公司 以奉行价值投资 及进行严格的行业筛选著称 乔尔·格林·布莱特 歌坛资本公司创办人 著有投资畅销书 超越大盘的获利方式 格林·布莱特的神奇法则 其以对非理性投资行为的 敏锐洞察而大获成功 保罗·乔森 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善于将市场智慧 融入他的证券分析 和价值投资课程 塞斯·格拉曼是包普斯特集团总裁 著有投资经典安全编辑 内容是读如下 第一章 学习第二层思考 投资这门艺术有个特点 很少有人知道 投资门外汉只要一点努力与能力 就能有不会特别突出 但还不错的绩效 但如果想要在这个容易获得的 标准成果上更进一步 付出非常的努力 以及拥有更多的智慧 这是班杰明·格拉罕 智慧型股票投资人里面的一段话 爱因斯坦也说 凡事都该力求简单 但不是要变得更简单 投资并不容易 认为投资很容易的人都是傻瓜 这是波克夏海瑟威公司副董事长 查理·蒙格说的话 很少有人拥有优异投资人的条件 有些人可以教导 但不是每个人都学得会 而且就算是教得会 也不是每件事都可以教 就算有一种有效的方法 也不是每次都有用 而且投资不可能简化成一种逻辑运算 然后交给电脑去做 即使是最好的投资人 也不可能每次都对 理由很简单 没有一条规则永远行得通 环境不能控制 而且情况也很少完全相同地重复一次 心理因素在市场上扮演主要的角色 而且因为变动很大 导致因果关系的推导变得不可靠 一种投资方法也许一阵子有用 但根据这个方法所采取的行动 会让环境改变 这意味着需要另一个新方法 而且如果有人模仿那个方法 那么那个方法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投资就像经济学一样 与其说是一门科学 其实更像一门艺术 这表示投资会有一点混乱 今天需要记在心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经济学并不是精准的科学 它甚至根本不能说是一门科学 科学的概念是指可以在控制的环境下进行实验 而且有信心能复制过去产生的结果 而且因果关系可靠不变 由于投资的艺术成分与科学成分相当 因此不管是在这本书还是在其他地方 想要找出投资常规并不是我的目标 事实上我最想强调的是 重要的是投资方法应该要直觉 而且不断调试 而不是固定与机械化的操作 投资的目标是打败大盘 问题在于你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每个人都能得到平均水准的投资绩效 只要去投资 每只股票都买一点的指数基金就好 这会给你所谓的市场报酬 刚好与市场的表现相符 但是成功的投资人想要赚得更多 他们想要打败大盘 要做到这一点 你不只需要好运 还需要卓越的洞察力 单纯依赖运气并不是好方法 所以你最好把心力放在提高洞察力上 在篮球场上 大家会说 身高是无法训练的 这意思是说 世界上的任何训练 都无法让运动员长得更高 训练洞察力一样就这么困难 就像所有才艺一样 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懂得投资 他们能拥有班杰明·格拉罕大力提倡 而必不可少的更多的智慧 我认为 这真是成功投资的定义 比市场和其他投资人表现得更好 塞斯卡拉曼评注 打败大盘很重要 但是控制风险同样重要 最终投资人都必须自问 是对相对报酬感兴趣 还是对绝对报酬感兴趣 在大盘下跌50% 赴45%的投资报酬率代表打败大盘 但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 这样的胜利是多么惨烈 克里斯多福戴维斯评注 这里的言外之意是 你必须有足够耐心 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你要的不是短线暴力 而是常见的稳定报酬 每个人都想赚钱 所有经济学都建立在一个信念上 人类的行为普遍有获利动机 资本主义也一样 获利动机使大家更努力工作 也愿意冒险投资 追求获利使得世界上的物质生活 有极大的进步 但是这种普遍行为 也使得击败大盘成为困难的任务 数百万人都在争夺 每一块钱可能的投资获利 谁会得得到呢 那就是抢先一步的人 在某些领域中 比别人抢先一步的意思 是接受更多的教育 在体育馆或图书馆 花更多的时间 摄取更好的营养 付出更多的汗水 拥有更好的耐力 或更好的设备 但是在投资这个领域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投资需要的是 更有洞察力的思考 也就是我说的第二层思考 想要投资的人 可以去上金融与会计课程 广泛阅读相关的书籍 如果运气不错 可能有机会向对投资流程 有深刻了解的人学习 但这些人中 只有少数人 能有维持平均报酬以上 所需要的卓越洞察力 直觉 价值观念 以及对市场心理念的了解 想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要第二层思考 投资思考必须与众不同 请记住 你的投资目标 并不是要赚取平均报酬 你要赚的比平均报酬还多 因此 你的思考必须比其他人更好 不但要有思考力 还要拉高层次思考 其他投资人也许很聪明 消息灵通 而且高度依赖电脑操作 因此你必须找出一个 他们没有具备的优势 你必须思考 他们没有想过的事 看见他们错失的机会 或是拥有他们没有的洞察力 你的反应和行为 必须与他们不同 简而言之 做对事情 也许是成功投资的必要条件 但不会是充分条件 你必须比其他人 做对更多的事 这意味着 你的思考必须与众不同 保罗乔森评注 马克思这段话的结论非常好 他成功定义第二层思考 对成功投资的特殊重要性 接下来有三个很好的例子 简短讨论第一层思考 与第二层思考的差异 什么是第二层思考 第一层思考会说 这是一家好公司 就买这只股票吧 第二层思考则会说 这是一家好公司 但每个人都认为 这家公司很好 所以这不是好公司 这只股票的股价会被高估 市价过高 所以卖出 乔尔格林布莱特评注 我一直从散户那里听到第一层思考 他们会阅读报纸 或观看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 然后接受传统第一层思考的投资建议 第一层思考会说 从前景来看 经济成长低迷 通货膨胀上扬 该卖出持股 第二层思考则会说 经济前景糟糕透顶 但每个人都因为恐慌 抛售股票应该买进 第一层思考会说 我认为这家公司的盈余会下降 所以卖出 第二层思考则会说 我认为这家公司盈余的下降幅度 低于预期 超乎意料的惊喜 会推升股价 所以买进 第一层思考简单肤浅 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做得到 如果你希望保持投资优势 这并不是个好征兆 每个第一层思考的人 需要的只是对未来的看法 例如这家公司的前景看好 意味着股价会上涨 第二层思考则比较深入 复杂而且迂回 第二层思考的人要考虑很多事情 未来可能产生的结果 会落在哪些范围 我认为会出现哪个结果 我的看法正确的几率有多高 大家有哪些市场共识 我的预期与市场共识 有多大的差异 这项资产的市价 与市场共识认为的价格 有多吻合 与我认为的价格呢 价格所反映出的共识心态 是过于乐观还是悲观呢 如果市场共识证明是正确的 那对资产价格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我的预期才是正确的 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克里斯多福戴维斯评著 这些问题是很好的提醒 在评估新的投资机会时 你应该要一直拿来问问自己 新的投资机会所带来的兴奋感觉 很容易让你忘记这些事 以上就是本周为大家介绍的排行榜书 投资最重要的是 一本股神巴菲特读了两遍的书 出版社商业周刊 出版日期2017年2月23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